今天最新消息是南港轮胎 逆势爆量大涨 为什么呢 因为南港第一号在世界明珠 卖到一百七十几万每一瓶 在南港 所以这样的风潮还会持续吗 在今天还有一个消息是 太风的土地开发案 这一块在下个月就要招标了 特别是南港轮胎在林雪埔 过世了之后 现在据传侯熙峰要入主 对 南港股票最近这两天涨了15% 大家在问为什么 到底是什么事情 这样选择起得快 其中比率援过 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刚刚阿关讲的 就是南港的世界明珠 它目前根据已经揭露的一个数据来看的话 它已经卖了150户 这150户的总金流是294亿 那其中有五户最高的卖到 每一瓶是175万 那平均是127.9万 这是过去出现在西医计划区的价格 对 光是用平均127.9万 就已经刷新南港的记录了 更何况整个加起来 已经超过内湖跟士林 目前的一个记录 所以这个记录目前来讲 大家对整个世界明珠 在明年开始完工入葬的时候 会有很大的期待 第二个原因就是南港在去年入主太风 大家认为说这可能时间已经过 没有 过年之后马上开花结果 因为它有两笔土地 一共4.4万平 那其中的工商综合区是1.7万平 还有一个住宅区是2.69万平 那这个住宅区在过年之后 二月中就要公开飙售 那整个工商综合区1.7万平 在四月中要公开飙售 那本来林学武是反对的 他反对处分土地 因为他都认为土地越放越值钱 但是林学武过市之后 我想现在毫无悬念的 在过年之后马上就有利多 这两块土地如果标售过以后 那对南港它的持股的比例来算的话 EPS会超过15块 会超过15块 所以目前黑板上的资产股来讲 这样算起来南港是最便宜的 第三个就是突然大家发现 侯西红的人马竟然悄悄的入主南港 因为南港本身也就林学武的 他的投资的法人公司的法人代表 竟然突然更换黄又鸣 那黄又鸣是谁呢 黄又鸣以前是国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支撑会计师事务所的副所长 在国养建设快倒的时候 变成全核交购的时候 没有会计师敢跟他签账 只有他跟他签 只有他跟他签 所以他变成跟侯西红两个人的关系 他不是用肥浅两个字来形容 所以大家说原来侯西红的人马 国养的人马重新进驻到南港 那我们谈谈侯西红这个人 侯西红这个人其实市场给他的 叫做购病大王 而且他是早期的购病大王 他跟林学武两个人 其实蛮像的 非常像 那其实在1987年85年那年代 真的化水的肩膀 顿地有声 那时候新剧群国养集团 那股票如果在去的时候 叮叮叮叮地去 但是人外偶都不敢听一尾 在1987年因为亚洲金融风暴 然后台湾去掃留红台北 1988年9月6号 新剧群开始跳票倒闭 人就跑掉了 吴作星就跑到中国大陆去了 吴作星跑了 对 然后大家再问 国养怎么动会掉 国养还在涨停 国养三档股票 开门涨停 开门涨停 户盘 结果后来发现 侯西红挪用公司的资产 287.9亿 也因为这件事情触犯了 他所触犯了一个公司法 那他被判了五年十个月 问题是 护盘还护到最后断手断脚不是吗 你看高票的价值也是整个帮下来 一定帮的因为 你自己想说 你自己想说 第一 改天逛半钱 第一半钱出来都做融资 都做融资 富华融资 你知道那一坡 我人生买的第一间房子 就是国养建设的房子 那一坡出现了 伊托拉谷的银派屋 以前没有银派屋 就是那一坡银派出来的 因为那一坡的本土金融风暴 结果市场上流出一大堆的银派屋 就是那一坡 那护盘一直买买买 买到他的所有底下 他有四家投资公司 拥有国养93%的股票 93% 整个公司又买完了 整个都自己买回来 对 在1998年 11月9号那一天 他有一张票5000万 票票了 那一张5000万 他从昨天前天就开始打电话了 银洋都跟他讲说 还在签 还在签成 还在签成 到9号那一天的1点 他怎么没办 那一张票一定要跳 他一个人就在新生南路的公司10楼 他那边 他烟瓶很大 他一天要抽四包烟 整个门锁起来 大家在外面敲门 他都不开门了 然后在里面他就一直抽烟 那后来发现 公司发现公司整个 抽云密布 他有六个秘书 因为跳一张票 后面就会出现骨牌效应 对 开始一年三条 他有六个秘书 公司的不再倒了 有六个秘书已经开始有人在哭泣 然后一直敲门敲门 就敲不响 大家想说 到底当是怎么办 他说他在里面想要跳楼之杀 结果他第一个打给他的好朋友 东南水泥的陈米贤 也打给三三行的陈禾东 就跟他们绝北 不过事情就很计较 那一天刚好是他二女儿的生日 他在中午就去买了一个蛋糕 那买蛋糕就想说打电话给先生 你晚上几点要回来 你说他老婆去买了一个蛋糕 对 那打电话一直打不通 电话都不接就对了 他就感觉很奇怪 其实不用什么奇怪 因为整个股票 已经无量下跌好几天了 已经放了 对了 已经放了 已经放了 已经放不掉了 他老婆应该知道事情大掉了 对 他才来跟他关去公司 跟他在外面一直弄问 大家就说叫他不要阻塞 当然陈米贤他在高雍也说 不要 不用阻塞 他就为高雍借回去逛 那件事情就暂时就压下来 但是问题是在务实在 所以他后来就先 因为这件事情 那时候行政院长非常生气 说救企业不救个人 所以先到土城看守所 先关再讲 他在土城看守所 72天里面他想到 那我只好让我的土地活化 我拟出一个计划来 我要把所有的债务全部还清 我一天平均要还八百万 结果他经过二十年 真的还清了 他现在还清 还清了 二十年之后 他又是厉害 二十年之后 还是一条好汉 所以他的哥哥侯熙泉 侯熙泉会计师 他就想说 如果我们那个兄弟 我跟你说他 他附近里有一个试医 那个试医就是871109 那是他一四人的试医 那是他本来要煮炸的亿 就是他个人重生的一个日子 87年的11月9号那一天 本来要跳楼自杀 不过转夜一想 还是解决问题了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那我们回来讲 今天国阳包括南港 以及泰豐这三党个股 将来会是同一个集团 特别是南港在今天 暴大量上涨 侯熙泉入主股价会继续涨吗 当然我们从这一次 因为这个要做高评 我说是 对 从这一次入主这个南港 我们就想到他2019年 入主综合羊毛 那2019年入主综合羊毛 那时候是以16.23亿 入主综合羊毛 那入主综合羊毛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综合羊毛 在综合有一块土地 租给人家 他还有土地有资产 第二个综合羊毛有现金流 二十几亿的一个银行的现金流 所以他入主以后 综合羊毛股价曾经涨过 差到三百六十块 是 你的股份很小 他那里面 综合羊毛股份很小 但是我们问的是 现在南港呢 现在南港他入去后 会不会像中火羊毛这样 在这里一直吵起来 当然那个股份不像 南港的股份是83亿 但是南港如果说 他今年因为太空可以赚到 一片子15块 然后他的世界明珠那边 整个进来应该会超过40块 因为土地自己的 土地要本钱 所以那边就差不多40块 如果一般来讲 他从明年2023 2024 分两年入账的话 平均一年20几块 所以你现在就可以推估 如果他今年因为太空赚15块 明年后年再加40块 那加起来是不是55块 那南港现在几块 现在才40几块 那这三党我也刚刚谈到 拜是同一个集团嘛 对 还是倒一支会去 较会去 当然是南港 南港是阵支 但是太风卖土地 不是太风就会有EPS的抑注吗 没有 没完就没了 他就只有那块地而已 转向空间就不大了 没有了 你就最后一台老高栋 所以这三党 将来最会长的还是南港 对 因为南港本业 如果正常的话 可以一年赚一块钱 另外他那个世界明珠 他一共还保留一栋 要租给人家 所以租给人家 他就学那个四电 四电他后来不是 在中山北路 他不是有两栋 固定在租给人家 你就有固定收入嘛 所以他是大房东嘛 所以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看403保主要做股票 开始就要插到这段 只有鼠座没插而已 鼠座这段 他的计划就比南港更多 鼠座六十几块 鼠座是辽到一块底 403保是辽到一块底 六十几块 他也那些土地不处理 那些土地不处理 不处理 有一个原来的价值的反映出来 所以回来南港 对 那我们来看南港 还是因为台风那块土地 都有机会让它的EPS大幅成长 好 那南港我们刚刚有讲过 未来就是今年明年后年 这三年大入障 那今年因为太空如果有15块 明年后年40块 平均加起来的话 将近有55块 平均一年差不多17块到18块 17块我们回来看南港的股价 对 17块18块 现在四十几块算刷的 最小的他最对我来说 一定配七成以上的 因为你那些久不同配 你不配六七成说不得过 这配到5票 尤其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所以果仰这个时候 去年时间刚刚水到有得好 那个四季店 所以人们说 真的要饮饮到不用卖人家 时间刚刚切下去 也最刚刚下去 就会有点儿 就会有点儿 如果时间不配合 我们可以先过去 封面 一段时间 就会有点儿